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期视频分享一则台湾岛的最新新闻 经过证实美军已经正式入驻台湾岛了 今天台湾的联合报报道 美国陆军安全合作旅官兵SFAB 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进驻了台湾新竹 湖口陆军部队训练北区联合测考中心 协助指导战训 那么这一则新闻不仅仅是由台湾的媒体报道 而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是主动转发了 那么我个人认为 这则新闻的可靠性还有真实度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说我个人认为美军入驻台湾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 而不是一条所谓威严耸听的假新闻 捏造的所谓Fake News 那么问题来了 非常非常严重啊 不仅仅是美国又在主动的单方面的挑衅中国 干涉中国内政 违反中美联合公报的承诺 而且可以看成是 武统的按钮已经被按下去了 而且是由美国美军主动按下去的 武统的序幕帷幕已经拉开了 是由美军主动拉开的 这不是开玩笑啊 你以为是跟你玩过家家开玩笑吗 中国政府解放军的官兵 已经多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美军入驻台湾岛之日就是武统之时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呢 很简单嘛 武统台湾嘛 武统台湾已经提上日程了嘛 因为如果你不有所作为的话 你不有所回应的话 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网友 那些爱国网友 还有台湾岛内的统派 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会看扁中共 中国 你对美国已经画了一条红线 你不能逾越这个红线 不能把这个美军派驻到台湾岛内 现在呢美国已经公然的违反了这个承诺 红线 那么中国如果不回应的话 那你怎么混啊 对不对 那么具体消息呢 就是台湾的联合报在今天报道 他说在台湾陆军校准部与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共同推动下 大批美国安全合作旅官兵SFAB进驻了台湾新竹北侧中心 以顾问的身份正在协助指导战训 他肯定不是这个汉光演习啊 肯定是为了积极备战啊 要以武俱统啊 而且呢 是由台湾曾任沙特阿拉伯武官的校准部副指挥官 锦耀宗主导 在台湾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加剧的4月份 就有大批的美国安全合作旅官兵进驻北侧中心 编组涵盖各科部 以顾问的身份观察实施指导建议啊 就像我一直以来认为的一样 我认为这则新闻是真实的 因为啊 他的细节满满啊 首先曝光了 这个发起人是由台湾的锦耀宗这个副指挥官发起的 主导的 第二入驻的营地已经曝光了 就是新竹的北侧中心 第三美国到底是什么兵种入驻了 台湾就是美国的陆军安全合作旅官兵啊 而且呢 还曝光这个官兵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入驻台湾了 因为当时台湾的疫情并不是非常严重吗 现在非常严重了 已经分成了 依照规定经过14天的检疫 平时都是在营地里面活动 呃 外出呢 是不允许的 不轻易外出 而且所有来台的费用都是由民进党政府买单的 所以说这么多的细节 啊 如果你还认为 这条新闻是假新闻 美军没有入驻台湾 那你就秀斗了 对不对 而且啊 这则新闻说实话挺搞笑的 并不是由台湾媒体 呃 首先第一时间报道了 而是由一个啊 大家猜一猜是由谁主动曝光的 竟然是由台湾的一个阿兵哥 是由这个北侧中心的一名官兵 他自己在四月份的时候在脸书的粉丝专页靠北长官上抱怨 说台湾的这个火房业务增加了造成台湾官兵连午休都没有 火房就是这个厨房嘛 很简单嘛 因为美军已经入住你台湾了嘛 好吃好喝攻着嘛 啊 所以这个台湾的厨房肯定是业务加大了啊 肯定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啊 台湾的官兵怨声载道而且这个人还抱怨说明明付一样的钱 为什么美国人美军可以喝瓶装的冰牛奶 而我们阿兵哥只能可怜的喝粉泡牛奶 怎么解释这一回事呢 啊 这个也是很简单嘛 因为美军是三六九等的 对吧 美军优先啊 美军他是你的老爹啊 是你的爸爸 民进党政府的爸爸 所以我爸爸我现在给你面子 我入住你台湾 我来保护你台湾 所以你必须要好吃好喝的给我攻着 给我冰装牛奶喝 那么轮到台湾人啊 这个牛奶泡粉就可以了 那牛奶粉泡热水就可以了 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啊 你别以为美军跟你玩自由平等人权啊 啊 不可能啊 美军以前在朝鲜战争 在越南战争 在这个阿富汗战争都是 首先我美军吃好喝好的啊 吃肉 然后呢 剩下的残汤剩渣给韩国人啊 给这个蓝月人给阿富汗人 对吧 那个韩国人以前还发明过一个部队锅嘛 就是美军吃剩的那些香肠火腿啊 然后倒在一个锅里面煮一下 就是对于韩国人来说是一个美味啊 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你能够吃上美军的剩饭剩菜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的细节 我相信这个事应该是真的 而且呢 还有爆料说美军啊 在指导这些部队如何使用无人机 还有肩扛的导弹啊 那么很明显了吗 就是要指导蔡英文民进党政府 以武剧统 所以我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啊 中国人还有台湾统派 还有海外华人 不要再对美国 还有蔡英文政府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对吧 我看一些博主还在幻想说 美国有可能和中国做一个交易 抛弃台湾啊 把台湾作为棋子 因为这个台湾不是美国的首要的利益 所以美国有必要 为了避免与中国冲突 应该主动撤出台湾 结果呢 美国已经入驻台湾了 对不对 而且民进党他也是 一定要做美国的走狗 一定要引进外国势力 就是美国来以武剧统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你再苦口婆心的 要他回归所谓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通关密码 鬼才相信你了 连大陆人都不信你了 九二共识已经不是通关密码了 现在一国两制 一国一制才是正确的政策 不要有幻想啊 对不对 人家卢比奥 美国的这个反华的议员 卢比奥都已经说了嘛 中美之间的博弈 输给中国 世纪耻辱 等待美国的就是世纪耻辱 如果美国赢了 成功了 那么新的美国世纪就在眼前啊 什么意思啊 连卢比奥都知道 如果中国打败了美国 那么等待美国的就是像当年大清亡了一样 百年耻辱 美国直接跌到谷底 不仅仅是失去霸权 所有其他的以前的俯从国 其他的所谓盟友都会看不起美国 都会敲打美国 落井下石 如果美国赢了 新的美国世纪就到来了 比如不仅仅是这个新人员汽车 还有这个纳米技术 人工智能 美国又有新的增长点了 又可以继续割全世界韭菜了 所以说中美两国的博弈是 其实就像自然界的这个猴群 狮子群一样 一个老的狮子正在 受到一个年轻力壮狮子的挑战 如果老的狮子不信 丢掉了王座 那么他面对的就是 足出狮群 甚至死亡 所以说他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来围堵中国 来扼杀中国的 所以说很多人还在寄希望于美军 有可能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 不会入驻台湾的 因为中国反应一定会非常激烈 一定一定会强烈反弹的 美国一定会忌讳的 不可能进驻台湾的 结果呢 结果人家今天就打脸你呀 因为这个是决定的 中美两国国运的 你懂不懂啊 是中美两个文明 两个人种的决斗 这决定的两个人种到底 谁能够胜出 谁能够最终 对吧 生存下去 这不仅仅是谁赢的问题了 就是生存权的问题了 中国败了 连生存权力都没有 你去看那些美军 美国现在当地有多少 针对亚裔华裔的 这个犯罪案件啊 中国如果败了 你连在美国面前跪下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这不难解释 美军为什么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定要入驻台湾岛了 而且我记得这个美国的驻美代表 萧美琴在前几 好像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在跟美国的在台协会 共同签署了一个设立海巡工作小组的了解备忘录 那么这个备忘录的规定 台海的巡部门 台湾的海巡部门将会有可能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在中国台海地区展开联合行动 而且如果有需要 注意了重点来了 这个协议规定 如果有需要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停靠在台湾 什么意思啊 人家美国已经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了 美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入驻中国台湾啊 虽然说 海岸警卫队不是正规军 但是呢 他实力也不差 可以看成是美国的第二海军啊 他不是海军 但是甚是海军啊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可以入驻台湾了 如果说你现在还寄希望于美军 会有碍于在中国企业美军是赚的盆满钵满 如果挑衅中国与越红线的话啊 中国有可能把美美资赶出这个中国啊 会给中美关系关系造成一个极大的恶劣影响啊 我认为刚才不是说了吗 美国利益美国国家国运是第一 所以你这些其他的事相比较而言就根本是微不足道 因为美国人把自己的国运看成是第一的 对不对 而且美国其实很长时间就希望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进驻到台湾岛内 很简单嘛 现在中国军力已经是逐年上升 特别是这个台海南海的反介入能力啊 中国有这个东风导弹 还有这个军机军舰还有潜艇 这些都不是吃素的啊 美国海空力量在台海地区在南海地区对中国威胁正在逐年的降低 一句话概括就是如果台海真的有一天发生冲突 有可能美国现在的海空力量没有机会进入到台湾来介入台海冲突啊 所以美国一定会想办法在这个台湾岛内直接驻扎自己的军事力量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中国已经可以反介入了啊 你这个军舰军机进入台海周边的海域空域都要三思而后行啊 所以说不如干脆一点直接在台湾本岛进驻美军的军事力量 第一可以啊给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壮胆 反正有我洋爹啊强大的美军支持你啊 有我美军给你看厂着你随便闹随便挑衅中国 第二可以以一个顾问的身份指导那些台湾士兵怎么作战吗 台湾草莓兵不是有名的战斗力为零吗 我美军指挥官亲自指导你们 就像当年指导国民党打仗一样 指导这个蓝月士兵 这个韩国士兵打仗一样 直接指导他们 当然呢这个也是搞笑嘛 我们都知道美军指导的所有的部队 最后都是被摧枯拉朽的摧毁 当年国民党一败兵败如三倒啊 还不是遭到了受到了美国这个顾问的这个教导吗 人家手把手的教你这些国民党士兵 结果国民党士兵蠢如猪 韩国士兵也是一样的 蓝月士兵也是一样的 阿富汗那些走狗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美国派出顾问士兵来这个教台湾人怎么打仗 这也是白费劲嘛 我认为还有个可能就是帮助蔡英文政府逃跑 因为前几个月也是曝光了这个美军 好像是直升机 做了一个训练在台湾本岛 就是做了一个演习 怎么乘坐直升机逃跑的 就是把蔡英文放到直升机上逃跑 所以有可能美军也是在早点做准备吧 早点撤离这个民进党政府 而且说实话 现在这个大陆的军力 现在不是二战时候 也不是冷战时候 对吧 你打仗肯定第一线的这些官兵灰飞烟面 不管是这个美军士兵也好 还是台湾士兵也好 都是炮灰啊 说白了就是炮灰啊 你进驻再多的士兵哪怕几个旅哪怕几个兵团都是无济于事啊 你把整个台湾岛都这个美军士兵都安插满了啊 美军的军机军舰不满了 你都没有机会跟中国解放军战斗啊 因为你飞机起飞第一时间就已经被摧毁了啊 你怎么可能在空中搏斗呢 你军舰第一时间就已经被摧毁在这个军港里面了啊 第一波的火力就已经让这些美军灰飞烟面了 而且现在台湾现在正是这个新冠疫情的肆虐期间 台湾都已经分成了 都不用解放军动手了 新冠病毒就可以把美军给灭了 难怪这些美国人不会轻易的外出啊 否则按照美国的尿性 美军士兵尿性肯定要找台湾的花姑娘啊 玩一下对吧 放松一下 就是所谓的 你看那个韩国日本当年多么的卑躬屈膝啊 给美军安排了这个所谓的啊 军中乐园啊 安排他们伺候这些美国人 美国大兵 所以现在美国大兵现在吓得连军营都不敢出去了 不管去台湾的风月场所来享受一下了啊 呃 所以美国这次呢 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严重的挑衅中国 干涉一个中国原则啊 而且是违反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里面的承诺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 可以看成是启动了武统的按钮 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足为道啊 啊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了 你进驻再多士兵都无济于事啊 历史的天平已经倒向中国大陆了 现在台湾岛内已经出现了 一个古今 古今中外所有政权 灭亡前的所有的怪象啊 奇怪的迹象都已经集中在台湾岛了 缺水缺电缺疫苗 你美军再怎么帮都是无济于事嘛 所以说 整个视频讲完了 一方面我给大家表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啊 我认为也是还是那句话吧 呃 战略上要藐视 就是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但是战术上一定要重视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